好,我们最后要上个东西叫做 优氧化 来,先停,看国字 痒,营养 优,很好 优氧化,非常营养 优氧化就是太营养 非常营养的结果 考卷喜欢问你 什么情况会造成优氧化 就是太肥了 太营养了 就会造成优氧化 荣民在梨山种果树 施肥 然后呢,雨水把肥料溶解 流到河里,然后流到德基水库 德基水库就好营养 好肥 然后藻类就大量增生 藻类大量增生 别的玩意又活不下去 就死翘翘死光 藻类又自相残杀 最后东西死亡分解 要消耗氧气 最后氧气都用完了 所以倒数第二行 造成缺氧 所以优氧化的最后结果就是水体会缺氧 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死光光了 是要厌氧分解 叫做优氧化 所以重点 什么情况会造成优氧化 太肥了 太营养了 结果是什么 结果叫做水体会缺氧死翘翘 就是优氧化的事情 ok 然后那以上就是介绍所谓的水污染 好我们讲过的这个水 这些河川湖泊水库受到水污染 当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影响 那我们也教过了 万一是地下水受污染麻烦就大了 就基本上都没救嘛 没救很难再恢复它过来 好那大家的最后归宿是大海 大海很大只 所以呢 东西过去呢 可以喇喇耶 搅一搅 稀释 就会使它变得不那么有伤害性 这叫做致敬能力 自己把自己变干净 但是虽然海洋很大 但是致敬能力也有限 你不可能无限制往里面丢垃圾 所以你做得太悄悄的时针 也会让海洋受到破坏 遭受到污染 刚刚讲过了 最后是谁死在路上呢 就是那个食物链的最高级消费者 我们 最后还受伤还是人类 人会受伤的时候结果 好那怎么办 废水减量 新建污水处理厂 让它少产生一点脏水 然后借一个污水处理厂来处理 所以我们要节约用水 除了为了水资源不够节约用水之外 也可以减少水污染 少农药的喷洒 农药当然会造成污染问题 施肥也一样 因为肥料可能会有优氧化的状况 优氧化的状况 但也有可能有其他水污染的情形 然后呢 新建公共污水下水道提升接管率 我们的下水道有两种 一种叫做雨水下水道 接雨水把雨水排掉的 一种叫做污水下水道 接脏水把脏水弄走的 叫污水下水道 接管率是什么意思 接到你家里去 陈水扁先生在选第二次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谢长廷先生在选高雄市长 都讲过他们的政绩如何如何 就是所谓的接管率 我们有一个大的主干管 让脏水流到污水处理厂 可是必须要拉到你家里去 拉到你家里 把你家的脏水流到主干管送出去 那这个就叫所谓的接管率 接管率 陈水扁先生说 数是我乱掰的 乱讲 我上任的时候呢 接管率只有30% 我现在呢 又做到60% 看看我的政绩多么优秀 多么优秀 叫接管率 基本上台湾 目前只有台北市的接管率 算是还可以 其他各县市还蛮烂的 蛮烂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做出来脏水 有没有处理 没有 就直接出去了 就直接出去了 造成核酸什么之类的污染 台北市比较好一点 好一点 然后叫做搬走 刚刚讲过了嘛 高瓶溪 养猪 养鸡 养鸭什么之类 把它搬掉 把它搬走 然后扶倒它 要么就搬走 要么就知道它 要么它怎么处理这些脏东西 让它避免一些东西 避免一些污染状况 静止鸡垂漆不大开发 这个台北市做的不错 我们有个可爱的翡翠水库 新北市一直干说 我们要共享翡翠水 为什么 因为翡翠水很干净 水的品质很好 从它开始盖 盖完之后就规定 那边就是管制区 不可以去浇油 不可以去烤肉 不可以去烤肉 当然不可能 盖个摩天轮在那边玩 不可能 所以保持原始状况 干干净净的 所以我们的原水就非常的干净 所以很容易就处理好 变成我们可以喝的水 水翡翠水 大海也是制限 制击能力也是有限的 不可以让无限制的溶染 溶染里面乱丢 好 我们前面加到各式各样的污染 由圈折到整个大气的运动水的循环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这里写了一个 南极企鹅驗出农药 DDT 谁会以前 像你不能 今天已经金融DDT了 DDT就是农药 沙虫剂 谁用沙虫剂啊 种田的嘛 请问你南极离 有人种田的地方多远 多远 不知道千里之外 某个人在那边撒了DDT 不知道经由大气的什么循环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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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企鹅给吃下去了 所以你很难知道整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大气是怎么循环的 你随便丢个垃圾 你随便排放一些脏东西 影响远超过你的想象之外 企鹅里面居然会有DDT 农药 农药 所以 要我们特别的注意 你做的一举一动 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而我们就要所谓的共同面对 这种环境污染的问题 以上就是整个环境污染的介绍 下轮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